打拋樹肉 泰國的做法 其實上是用打拋葉下去做的 那國內部分是沒有打拋葉的 所以國人的話都習慣是用 九層塔來做提香的作用 好 我們今天做一個打拋樹肉 那其實上這道菜的部分呢 有很多的做法 那我今天是用了辛巴菇 結合了樹碎肉 樹碎肉的話在坊間的話也有很多種 那我今天是用了小麥的蛋白的 做成的這個樹肉丁 那首先的部分呢 我們先將這個辛巴菇切丁 我今天搭辛巴菇的話 因為其實上它有很多的多糖體以外 那它也有豐富的口感 再把它切丁 切完辛巴菇之後我們再切牛番茄 那牛番茄的話 其實上在台灣的話 一眼視器都有 那一樣是我們全部都把它切成丁 好 緊接著我們就起鍋了 起鍋之後我們先開火之後 鍋中先加兩大匙的油 兩大匙的油進來之後呢 我今天用的這個是樹肉丁 樹肉丁先做一下拌炒的動作 那其實上這道菜的部分呢 有很多的做法 那我今天是用了辛巴菇 結合了這個樹碎肉 樹碎肉的話 在坊間的話也有很多種 那我今天是用了小麥的蛋白的 做成的這個樹肉丁 那樹肉丁的部分呢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呢 要先泡水 泡完水之後呢 我們可以起油鍋之後呢 在先煸香之後 把它的這個豆香味炒掉之後 我們再下這個辛巴菇 這時候我們再下這個辛巴菇 辛巴菇裡面有很多的多糖體啊 那我們先把它炒香 讓它裡面的水分釋放出來 加了辛巴菇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鍋子裡面的油 會被這個辛巴菇給它吸走 那等待辛巴菇熟了之後 其實這樣它就會還原喔 就會把它吸收的這些的油 跟這些的多糖體釋放出來 所以鍋中呢 你會發現鍋中有一點水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下番茄囉 番茄大家都知道 它是很營養一個超級食物以外 它有豐富的這個維他命的A啊 C啊還有切紅素 那切紅素的話 我們再經過在鍋中加熱的話 我們可以再補一匙的橄欖油 那可以讓它這個切紅素釋放出來 放進來之後我們就加入 大概四分之一小時的白胡椒粉 好我大概給它兩大匙的醬油 醬油或是醬油膏都可以 好有了醬香氣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用一大匙的這些味醂 去做一個綜合調味 讓它有一點甜味跟鹹味有一點適中 先把醬香味炒出來之後呢 我們鍋中再加入大概二分之一杯的水 這一道菜的部分的重點的部分 一定要把這個裡面的番茄炒到有一點糊 那一點糊的話略帶薑汁 那不管下飯或是拌麵的話 實際上它是非常開胃的一個 很出名的一道菜 打拋樹肉的部分呢 在台灣是沒有這道菜的 因為台灣的部分是沒有打拋葉的 那我很喜歡講說 番茄的好朋友就是九層塔 所以有任何的料理的話 有加到番茄的話 加上九層塔之後呢 它的香氣就會很足喔 好那起鍋之前呢 我們鍋中的溫度一定要達到 大概一百度左右 所以原理上有溫度過的話 我們的九層塔才會變色 所以有的人呢 煮好之後呢 可能讓鍋子降溫之後再放入九層塔 這時候的九層塔就會變成黑色的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我們的醬汁略帶一點粉紅 這個茄紅樹的顏色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一下這個九層塔囉 九層塔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迅速的把它拌勻喔 好 完全是靠九層塔的香氣就好了 所以不用加任何的香油喔 因為香油的話會搶走這一個 九層塔的一個風扇 好 那九層塔熟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起鍋囉 好 非常圓形的打拋樹肉就完成囉 HOT 換中一次 駆子 的地圖